您好 欢迎收看8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卫 日商计设地工透视科技公司在花莲0403地震之后 免费为市区道路实施特别检测 利用透地雷达找出路面下可能会出现的坑洞 20号上午在花莲施工所召开了成果说明会 市长魏嘉燕表示 施工所在上个星期一针对危险性较高路段已经开挖填补完毕 其他地点会持续追踪并且优先列入往后道路养护范围 日商计设地工透视科技公司在0403地震之后 为花莲市区道路进行了检测 他们利用透地雷达找出路面下可能会出现的坑洞 8月20号上午在花莲施工所召开成果说明会 市长魏嘉燕表示 施工所在上个星期针对危险性较高的路段开挖填补完毕 其他地点也会持续追踪并优先列入往后道路养护范围 那一天已经有初步的我们刚刚像游总讲的我们有六处 那目前有的部分已经开挖 那我也去了几处 那我们开挖完看看管线有没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通知我们所有的管线单位也来看一下 那包括不管是县府或是我们中华电信 或是我们自来水或是台电等等 那我们就请各管线单位来看一下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做回田那会做一个记录 那未来是不是看看那边有没有在进行巡检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市长魏嘉燕颁发感谢状感谢巨社公司和他的团队 对花莲灾后复原做出的贡献 市长表示不论是六年前的0206或者是现在的0403 多感谢巨社公司两度展现友好和意气协助花莲落实防灾 市公所不仅在上个星期针对教具危险地点进行开挖填补 未来也会参考检测结果进行列管 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借了一会欢迎市报道